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逸 第862集 这三人正是从一冲天赶到鸡州的摩卡拉 骷髅堕主 古仓五皇三人 当初三人接受命令去清洗一冲天执法殿的各大分部 而秦晨担心鸡如月 因此率先赶往鸡州 而他们三人呢 则在执法殿的追捕下东躲西藏 这才好不容易来到了鸡州 可让他们郁闷的是 他们来到鸡州后 秦晨没等他们 让三人十分的郁闷 嘿嘿 永烨啊 你收获不错啊 修为居然突破了人类后期五帝了呀 摩卡拉看着永烨大大咧咧的 你不也是吗 那些执法殿强者的灵魂吞噬得很开心吧 比原来提升可是一大截不止啊 骷髅舵主扫了一眼摩卡拉 也是笑了起来 当初的摩卡拉 只能算是勉强的后期五帝的修为 可是现在呢 气息浑厚 不经意间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力量 可见实力提升不少 嘿嘿嘿 一般一般 摩卡拉嘿嘿一笑 畅快万分 不得不说啊 进攻执法殿分部 让他实力恢复了不少 比起埋头苦修有效率多了 哎 还有你啊 古仓啊 应该也收获不少吧 而后 永烨看向了古仓武皇 露出了微笑 当初古仓武皇 只是初期巅峰五帝而已 可现在呢 却一举跨入到了中期五帝境界 甚至距离中期巅峰五帝都不远了 而且有一种浩荡不可测的气息弥漫 玄妙莫测 古仓武皇千讯一笑 比起两位前辈 晚辈只能算是略有提升啊 在骷髅舵主和摩卡拉这两个异魔族强者面前 古仓武皇却是不敢太过张狂 不过啊 这一次 他的确是收获很大 那些执法殿分部中宝物太多了 所过之处 他都能洗劫一功 令他的实力突飞猛进 特别是 他拥有古咒血脉 能够拥有类似的冻结时空的功效 伴随着战斗实力的提升 他的骨骤血脉也变得愈发的可怕 开始展现出了远超普通武帝的能力 那妙的 你们三个能不能别自夸自雷了呀 虚空中闪过了一丝空间之力 大黑猫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猫皇大人 摩卡拉和骷髅堕主 顿时站了起来 恭敬地行礼 秦晨可以不屑大黑猫 他们可不敢待呢 猫皇大人 有主人消息了吧 众人焦急地看向大黑猫 早打探到了 秦晨那小子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他现在应该是在积家祖地呢 积家祖地传闻是个远古时代十分强悍的秘境 所以啊 你们才难以感受他的存在呀 大黑猫撇着嘴道 他一个人跑去找自己的小女友了 把我们扔在这儿 还真的娘的不够义气 众人面面相聚 大黑猫似乎对主人很有怨气 骷髅堕主眉头一皱 猫皇大人 这积家应该是执法店的人吧 主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嗯 暂时应该没有 那小子假装自己是这 五欲落穴山脉出来的土著 以天娇的身份进入到祖地协力 不过呢 进入祖地后呢 就不清楚状况了 那积家祖地啊 强制遍布 危险重重 还有积家老祖坐着 一旦那小子暴露身份 恐怕就危险咯 啊 那怎么办 骷髅堕主等人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清晨若是出问题 那他们还在这儿折腾了什么劲啊 嗯 能有什么办法 咱们也去一趟鸡家呗 回一回 这个所谓的银士家族 大黑猫很是惬意地回首 啊 那跟我走吧 而后 他身形一晃 顿入到虚空 瞬间消失不见了 鸡家府邸之外 这片建筑群落 一如既往的平静 鸡家出事了三百年了 早已经在鸡州立下了无尽的危言 无人敢要冒犯 因此 鸡家府邸外 一些护卫十分地放松 鸡家上一次被攻击 还是一百多年前 与相邻的墨家 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墨家家主 带领族内强者气势汹汹而来 要向鸡家讨个功道 结果呀 鸡家并不理会 双方强势对峙 最终 双方并未发生强烈冲突 只是叫嚣着离去了 因为墨家 也只是来装枪做事的 并非真正的要进攻 这两大家族 真要是死战的话 两大家族都要完蛋了 只能便宜其他的势力 更何况 双方争夺的是在执法殿中的地位 也属于内部争夺 自然不会上纲上线 让整个大陆看笑话 因为 太久没有发生战斗 鸡家的护卫 自然十分地清楚 将这份工作呀 当成是休息 一个个松松垮垮的 十分地悠闲 有地情 忽然 有一名护卫大声惊呼 他也是偶然之际抬头 却是 看到空中有几道黑影划过 正是向着鸡家伏体而来 快醒吧 一名护卫急忙高鹤起来 剩下的护卫抬起头看 只见到几道黑影 却是三个气势不凡之人 一个个虎背熊腰 气势旁朴 浑身血迹双天 有一种气吞山河之质 飞掠之间 虚空震荡 传来了隆隆的音爆轰鸣声 同时 在领头大汉的肩膀上 还蹲着一只大黑猫 毛发正亮 邪意森森 这一群人气势太霸道 光是看上一眼 那些仅有武王修为的护卫 竟然是扑通扑通的 全都跪了下来 只觉得心坦都要震爆了 这是一群什么人呢 哪位朋友 既然驾邻我姬家 却如此咄咄逼人呢 西家宅邸中 传出了一个浑厚的声音 如红中大驴 震笼发聩 是姬道员在开口 同时 下方的营帐被惊动了 一名名姬家强者出现 无数的武皇强者 汇聚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凝视着天空中的三人 而且 有五地强者 在各个角落出现 虎视眈眈 只见到天空之上 为首的强者 肩膀上一只黑猫一挥手 三名强者全都停了下来 就这么悬浮在天空中 动作十分的利落 面对姬家浩荡威势 浑然不在意 可有一人名为铁牛 此刻正在姬家府邸中啊 为首的大汉十分霸道 开口说道 顿时如同惊雷一般 瞬间响彻姬家府邸 每个角落 国下 你闯我姬家 还一副遗址气使的模样 以为我姬家好欺负吗 搜地下 一道人影飞射而出 傲力于空 这是姬道灵 霸道非凡 中期巅峰五地气息爆发 觉得姬道员 如此开口太过柔弱 出面严厉呵斥 绽放姬家威势 领头大汉冷冷地看着姬道灵 仿佛对方并非什么中期五地 只是一只蝼蚁一般 这是何等的蔑视 姬道灵呢 乃是姬家第三代中的娇娇者 早在数十年前 便突破了中期五地 如今 更是跨入了中期巅峰五地境界 职场姬家不少事物 可谓是姬家中的实权人物 他虽然并非姬家的最强者 但是却是下一任家属的有利人选 自然要利用这种机会 打压姬道员 展现自己的风范 若是换了一个人 对他如此的亲密 他早就一巴掌拍死了 可对上这三人 他也没有贸然出手 对方也是五地强者 达到了他们这样的高度 只要气息不显 便无法揣度对方的羞稳 也正是如此 姬道灵有些忌惮 没有轻易出手 生怕踢到铁板上 如果他这样的中间力量 被人家在门口打败 哪怕是后面有姬家高手 替他找回场子 那这个耻辱 依旧会伴随他的终生 成为晋级家属地位的 一个绊脚石 不过 姬道灵底气还是很足的 对方三人虽然气息不弱 但是这里是姬家福地 强指如云 在不清楚对方来历前 只能让姬道灵重视 还不足以畏惧 更何况 姬家执掌执法殿 跟随飘渺宫 普天之下 哪个顶尖势力 敢于他们为敌 铁牛何在 领头大汉冷冷问道 目中无人 自然是摩卡拉三人 铁牛 这三个人是来找铁牛的 姬道灵脸色一沉 没想到这三人是来找铁牛的 只是不知道 他们和铁牛是什么关系 敌人还是朋友 那铁牛现在在姬家祖地中 一旦经过洗礼 必然会成为姬家的一条走狗 姬道灵自然不会轻易说出来 当务之急 是先弄清楚双方的关系 就在这时 只见到远处出现了一座战舰 这战舰长达上千丈 一出现 天空都被遮蔽了 爆发出了强横的气息 战舰隆隆 一瞬间来到了姬家府地外 姬道灵 你在呀 正好 从那战舰中 迅速飞掠出了一群人 个个杀气腾腾 气势不凡 领头的是一名 身材修长的老者 他的目光扫过 道 姬道灵 老夫要向你讨个人 他声音隆隆 如同雷鸣一般 姬道灵的眼眸 不由得一解 道 莫武吉 你这是什么意思 竟然跑到我击下来咬人 莫武吉 莫家的领军人物 中期巅峰五地强者 与他一样 都是莫家下一任家主的竞争者之一 两人在两家漫长的争斗中交手过不少次了 可以说是相互熟念 哼 你还好意思问我 有一个叫铁牛的 在道山之上毁掉我儿一条手臂 又向我莫家挑衅 我乃奉我莫家老祖之令 要隔杀此子 莫武吉 憨声道 现在 我听闻此子就在你姬家 姬道灵 堂堂姬家五地 你不会不认账吧 铁牛 又是铁牛 姬道灵脸色古怪 不过 他自然知道 秦晨和莫千元 在道山上的恩怨 只是见到莫家一直没有动静 还以为莫家不会来了 没想到 竟然是惊动了莫家的老祖 这说明 莫家是动了杀心的 不过呀 莫家和这三人来得也太巧了 前后脚到的 难道这三名强者 是莫家请来的外援不成 还是说 只是凑巧了呢 想到这 姬道灵面色古怪 莫武吉 你来这要铁牛 现在 他们三人也向我要铁牛 你说 我该给谁啊 嗯 莫武吉皱眉 看向了摩卡拉三人 阁下 铁牛那小子 伤了你们家族之人吗 摩卡拉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 莫武吉气得心跳狂跳 这人什么态度 自己堂堂 莫家武帝向他问话 竟然是这般会的 冷横道 哼 阁下你可知道我是谁呀 你是谁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摩卡拉大大大咧咧咧的 一个中期巅峰五帝 在自己面前装什么大半算 大胆 放肆 什么态度 莫家 莫家后方的一群强者都怒了 各个立合开口 气势汹汹 寒声道 我乃是莫家之人 阁下说话之前最好打听一下别人的身份 别惹祸上身 莫家 什么莫家啥家的 他把鬼一边去 摩卡拉目光一寒 而后对着姬道林不耐烦道 别那么多废话啊 铁牛现在在不在你姬家 马上让他出来 姬道林差点气死了 他好歹也是五帝强者 你这什么态度 而且你跑过来求人 这样的态度也未免太傲了吧 阁下 铁牛子子是我们莫家的 你是非要和我莫家为敌吗 木武吉一听 立即向着摩卡拉说道 目光阴冷 莫家要拿下铁牛 可不只是报仇那么简单 还要得到秦晨身上的大道果实 并且给予秦晨身上所怀的秘密 更何况 秦晨传说是来自洛穴山脉的 落穴山脉乃是五欲禁定 若是拿下了秦晨 抽魂夺破之后 得取对方一切 不就知道落穴山脉中的一切了吗 对莫家而言 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诱惑 所以啊 铁牛是绝对不能让给其他人的